温哥華的冬天越來越多 淡天白雲的日子在冬季 以前是很少的 不知是否受了Golbal Warming的影響 現在很多時候都有陽光 真是跌眼鏡 你看今天天色很美 駕駛的時候 禮牌又和大家聊聊天 昨晚和家人去吃皇帝蟹 有人又叫帝王蟹 現在這些蟹有兩種不同的產地 一種是來自於阿拉斯加的 阿拉斯加的水域 其實是加拿大和美國都有的 另一種的產地是來自於俄羅斯的 由於和家人吃飯 我就沒有在飯桌上拍照了 我就放幾張照片在那裡 我又和大家說一說吃這隻皇帝蟹 也有人稱它為帝王蟹 昨晚只有這隻蟹是多少錢呢 那隻蟹不夠十磅 因為只有四個人吃 酒樓來說是四十多五十元一磅 他說可以做三食 每間酒樓的廣告都說皇帝蟹三食 其實實質上它是包一食 那一食就是蒜蓉蒸皇帝蟹的蟹爪 其餘就是每一食就要加四十元 例如又有什麼另外的煮法呢 它的蟹身你可以用頭抽來煮 也可以用椒鹽來煮 蟹蓋就可以焗飯 有些人做了椒鹽 但是蟹又太大隻了 只有四個人吃又怎樣呢 另一半的蟹身也可以做奶油衣麵 有些人用生麵底 就是任你 總之每一食就另外再加收你四十元 如果做到三食 其餘那兩食 你就要加每一樣四十元 加起來就八十元 很多人以為廣告上的三食 就已經是包了那個銀碼 其實是不包的 你要知道再加多少食 都是你自己要付錢 做到你適合的款式 看看你自己是不是需要這麼多食 一般都是三食 如果你做到四食 就好像都是吃不完 因為你沒理由只吃那個蟹 你都會炒一兩個小菜 例如好像是上湯鮮腐竹浸豆苗 或者是芥蘭牛肉 起碼有一尾 第二尾可能就是要一個湯 或者是要碧鹿上湯雞 總之你會叫多兩個菜 其實真的都吃不完 都是拿回家 如果你真的去吃這個皇帝蟹 那它那些蒸蟹爪 它是整盤拿出來的 蟹爪就吃完了 但是那個碟那裏 就很多蟹汁的 你一定要拿一個盒子 或者玻璃盒 就去裝起那些蟹汁 拿回家 那它有些蒜蓉 有些蟹汁 拿來做什麼呢 就拿回家 就拿來做一個粉絲煲 是很好吃的 千萬不要說 吃了些蟹爪 就讓它收走盤 以前我也不懂的 後來吃得多了 就跟我說 其實這些蟹汁 你真的可以 拿一個外賣碗 或者你自己 帶一個玻璃盒 過來 把它倒進去 帶回家 不是馬上吃都好 放在冰箱裡 冰箱裡 你也可以 冰一段時間 拿出來煮粉麵 或者煮粉絲煲 是一流的 就可以把蒜蓉 蒜蓉 蒜蟹爪 那些汁 拿回家 大家記得 我又覺得 挺好 黃帝蟹 這麼漂亮 蒸得這麼新鮮 因為它油水 這個黃帝蟹很生的 很鮮甜 那些汁水 千萬不要浪費 你就算回去做個拌麵 也很好吃 現在吃一隻七至八磅的黃帝蟹 大概是多少錢呢? 七百多 八百元 吃一個黃帝蟹 你多少人吃呢? 就是你自己訂的 如果你說八磅的蟹 六個人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去到十個人吃 就真的 可能就不太過癮了 吃得 想吃得滿足一點的話 六位吃呢 就吃得盡興一點 昨晚就四個人而已 吃得很開心 當然啦 也有很多打包回家 吃黃帝蟹 一般都沒理由 吃那些小隻的 因為小隻 那些肉 就很削 就不夠老生 那隻蟹就沒那麼好吃 吃海鮮 一定是要吃 夠斤兩個海鮮 它的味道 才是很鮮甜的 四個人 要一隻黃帝蟹 大概是八磅左右 再點小菜 你就差不多一千元 花出去 就找不到多少錢了 如果你說 十個人吃 數人頭雞 那這些是另計 但是我們四個人吃 就真的吃得很開心 那你魚 過年 就很多時候 我們就不是跟別人去爭位了 但是過了年 就慢慢才去吃 那就很開心了 在溫哥華 吃不同季節的海鮮 其實都真的有幾多品種 我偶爾都見到 有一些超市 它賣廣告 賣那些 蟹 油水蟹 六九九一磅 即你當是七元一磅 哇 真是很划算 過多兩個月 到四月 差不多 又有一群蟹蟹上市 我到時也會去買來吃 不斷有海鮮吃 每年吃黃帝蟹的季節 就是秋天過後 到第二年的春天 在家裡 今天 開始煮一些簡單的食物 不可以餐餐這麼heavy 一來又貴 二來又不可以這樣承受 一些 這麼豐盛的大餐 始終上了年紀 今天就是很簡單 做一個早餐 早餐 這些早餐 我相信 很多人的家裡都會有 蘋果 一定會有 我這些蘋果 就是秋天的時候 去果園摘的 我一買 就買它 三十幾kg 蘋果 我就放在一個 儲物間 慢慢吃都可以 或者放在一個雪櫃 也可以 可以保持到春天 就可以吃光了 可以做果醬 其實 我們現在市面上 在超市買的蘋果 都是秋天的時候摘下來的 只不過 他們都是 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去保存 有很多人說 蘋果表面上 好像有層蠟 但在加拿大賣的蘋果 就很少做這個程序 除非 那些蘋果摘下來 要運到遠東 要經過長途運輸 很多果籠都會在果裡面噴蠟水 希望保持蘋果 不會令到水分流失 或者乾 或者很早變壞 他就要做這個程序 可以慢慢來吃 我今天也有南會 早餐就不吃麵包 有些煙三文 再做一杯領物 就這麼簡單 就要自己調節 如果昨晚吃得太重 今天就認真 要自己醒 不要 今天又來大餐 就不行了 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起小吃 但他身材很瘦 只有二十四五吋腰 對於年過半百人 有一個這麼小的腰 都很值得自豪 霞姐不可能是這樣的 但很有趣 他就跟我說 每次吃到比較油濕的食物 他就開始膽痛了 膽囊就很辛苦 痛到他真的要吃藥 所以有時不是看身材外表 而決定健康 有些東西不是絕對的 我今天也有朋友過來游泳 那我就做了個飯 這個飯 煎了少許午餐肉 又煎了一些蔥花炒蛋 這個飯 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翻風下雨 打颱風 在香港就是午餐肉 午香肉丁 罐頭鯪魚 只不過就不是炒蛋 就是煎荷包丹 再捏一些豉油上去 如果你想再美味一點 就把豬油放在熱飯裡 嘩很正 亦都很邪惡 但是真的很多人是這樣吃這些飯長大的 給我 我可以看